室内,魏英浮在岸上,望激秦的琴弦还在颤抖,兰湛坐到魏英身边,轻轻拍着她的后背。 魏英,我在。 兰湛,埃英,不用担心,你是我姑苏兰氏的三公子,这里就是你的家,不管是谁,都不能将你带走。 伯父,埃英,抬起头来。 你的身后是整个姑苏兰氏,没什么好怕的。 是,伯父,埃英知道了。 松鹤堂内,蓝起人黑着脸,一语不发地喝着茶,而江峰年在说明来意之后也不再说话,只是那张脸笑得有点尴尬。 二哥,你怎么还在这儿,埃英等着你去教他练剑呢? 我倒是想去,你看我走得开吗?不然你替我去。 我可不行,藏色的剑法我又不会,不然我去教他蓝氏剑法吧。 你敢?你要是教坏我家阿英,我跟你没完,我教他蓝氏剑法怎么就是教坏他了? 你练的不也是蓝氏剑法吗? 那怎么能一样,两种剑法一起,只会一样都练不好。 行了,知道了,你快去吧,我在这里帮你招呼吧。 江峰年就笑着看他们内藏积风的对话,就当听不懂,等蓝杞人离开,对于蓝峰里还是笑着躬身一礼。 江宗主,你可千万别,我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长老,可受不起你的礼。 峰里兄说笑了,你的名气整个修真界谁人不知谁人不小啊,可不能妄自菲薄。 哦,我这么有名吗?我怎么不知道?要不你具体说说。 嗯,这个,江峰年的嘴角抽了抽,他不过是客套两句,又有哪个人会这么叫真的? 而且,说到蓝峰里的名声,有是有,却不是什么好的,毕竟,那张嘴可是一点也不像是姑苏蓝氏的。 对了,江宗主,你今天来有何贵干啊?最近修真界没有什么大事吧? 我蓝氏的清堂会也还有好几个月,倒是新一次的听学马上要开始了。 可是令公子好像没到年纪吧?实不相瞒,我是为了阿英而来,他父亲魏长泽是我兄弟,现在他不幸牺牲,我理应帮他将孩子抚养长大。 哦,长泽兄他们离世都六年多了,你怎么今天才想起来要将阿英接回家了? 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他,没想到他会在云深不知处。 江宗主的意思是我们知情不报,故意扣着阿英不让他去云梦。 不敢不敢,只不过现在,我既然已经找到阿英了,还希望能让我将他带回去。 江宗主,你跟我说没用啊,阿英是二哥的义子,并且是上了我蓝家族谱的,你要带阿英走,你要跟我大哥,二哥,还有阿英说才有用啊。 江风眠哪怕再会装也快忍不住了,既然跟你说没用你还问那么多。 刚刚还跟蓝启仁一起对他明朝暗讽,又是处处堵他的话。 风里,阿英可是我们蓝家嫡系三公子,不管是谁来,不管跟谁说,都是不会离开云深不知处的。 蓝清衡漫步走进松贺堂,说的话却让江风眠脸上最后一丝笑意都没有了。 大哥,我也没说让阿英离开啊,我当然知道你们舍不得,我也舍不得呀。 难得能有一个志趣相投的,才不会让他走呢。 还志趣相投呢,你要是把阿英带坏了,第一个不饶你的就是阿人。 我怎么就带坏阿英了?小孩子就应该那么活泼的,难不成个个都要像阿湛那样? 那也太无聊了。 行了,还有外人在呢?有没有点长老的样子了? 嘿嘿,江宗主,你的来意我已经知道了,我刚刚说的话你也听见了。 阿英刚刚结单,修卫还没有稳固,我就不多赔了,请吧。 刚刚还说去练剑呢,现在又要去巩固修卫了,二哥出去怎么都不跟大哥说一下的。 蓝风李心想,清衡君,阿英是我故人之子,李英跟我回莲花屋的。 阿英是我蓝加上了族谱的嫡系三公子,长泽兄也早就脱离你莲花屋,哪里来得李英跟你回去? 可是长泽是我兄弟,他,兄弟,他是上了你江家族谱,还是去世后入了你江家祖坟? 你哪来的脸,说他是你兄弟? 我上次去你莲花屋,那里可是连他的屋舍都被拆了。 你江宗主就是这么对你兄弟的。 我,那是,这个,什么这个那个的,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得什么心,你这是找打手,找到我们蓝加来了。 就紫蜘蛛那个脾气,哪个有本事的会留在你们家? 别说什么故人之子,你就这么两手空空地来看你的故人之子的。 我,说什么不知道阿英在我蓝加,你去问问金光善,问问聂宇辰,还有温家大长老, 哪个不知道蓝加狄三公子是藏色散人的儿子? 我们不对外公布,你就有理由说自己不知道了。 不过就是等今天,等阿英结丹了再来。 毕竟,没有结丹,去了莲花屋也没用,不是吗? 我没有。 蓝峰里,你蓝加加规不是说未知全貌,不与置评吗? 你这么说我,有证据吗? 江峰眠恼羞成怒,指着蓝峰里骂道。 所以,江宗主这是把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家规做的,贯彻到底啊。 家主,三公子让弟子带句话。 正当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,门外弟子的声音响起。 进来说吧。 是。 弟子推门走了进来,向三人分别建立。 家主,三公子让弟子给江宗主带句话。 什么话? 阿英是不是要跟我回莲花屋? 阿英,三公子说,他父母在世时,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散修,父母离世后。 他一是散修,直到进入云深不知处,他才再次有了家。 至于莲花屋,他不知道,更不认识。 他有家人,他是蓝家狄三公子。 对于去江世过那寄人篱下的生活,他并不感兴趣。 弟子的声音原是平和的,说到最后也是越发高亢起来。 三公子还说了,江宗主有空过来找所谓的故人之子,不如多管管自家的事。 要是,再让他听到他父母的谣言,那妖兰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 最终,江丰眠还是离开了,被听到消息赶来的于子渊拉了回去,只留下一句。 那个家仆之子,你们当保我莲花物可不要,去了,我还嫌他脏了我家的地呢。 江丰眠的到来,并没有对魏英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,也是因为蓝企人,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与子渊到来的事情,包括他说的话都瞒了下来。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学习,研究,他先是将赵阴奇和风鞋盘给弄了出来。 当然,比起记忆中的,更加精密,材料也不是那时候可比的。 艾英,你这东西真如你所说那么实用吗? 武叔,你不是老是出去业劣吗? 你下次再去的时候试试不就好了? 也行,我明天就去。 试验的结果自不必说,蓝风里反正是将他们夸得天花乱坠的,虽然有夸张的成分,但效果还是不可否认的。 艾英,这赵阴奇和风鞋盘制作起来麻烦吗? 也还好吧,赵阴奇不难,就是风鞋盘麻烦点,课一个大概要五六天,还有,我那里木制的材料不多,如果用金属制,那时间大概要翻倍。 材料好办,藏宝室里你尽管拿,你只要把东西做出来就行了。 不过,太贵的材料就不要用了。 义父,你到底要干什么? 如果我们自己用,我这里还有几个。 蓝启仁拧了他一眼,有些无奈,看到好东西就一不开眼的孩子,怎么这么笨呢? 最后,魏英莫名其妙抱着一些灵财中最便宜的木料回了云市。 一个月过去,在魏英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,赵阴奇和风鞋盘已经在修真界流传开来。 没有人知道这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,就好像一夜之间,这两样东西就出现了。 而且在夜列中的作用惊人,很受那些散修还有小世家的推崇,就是风鞋盘的数量少了点。 只能几个组织,或者几个小家族合用一个。